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次 我初次跟馬來西亞來的修相師 初次見面 那個時候是吃完飯 朋友介紹去了 大概四個八個人一起吃飯 那我是第一次碰見哪個修相師 他那個時候他說我喉嚨痛了不舒服了 那我就在他那一天吃飯之前 每人不是有一杯茶嗎 在香港就是通常吃完飯 每人都有茶喝了 好了 我就跟他發功 他不會查個話 發完之後他就喝下去 喝下去就大家吃飯了 他也沒有講什麼也不知道 第一天他就介紹我們認識那個朋友 他就跟他講 我今天好了 沒事了 到哪個天就告訴我了 好了 過了幾天 這個修相師呢 就說到個胸部不舒服 就去看那個西醫看醫生 醫生就說他心臟有點毛病 心臟 就給他開了幾天的藥 幾百多塊錢 幾百多塊錢的 吃了幾天沒有效果 沒有效果後來他就找我 跟他在法工 跟他一起做完之後 他就說很舒服了 很舒服 很快就好了 很舒服 就沒事了 也沒有再去西醫那裡再看了 就沒有了 就這樣 那個大概過了幾個月了 他就突然通過他的朋友 休請我到馬來西亞他的家鄉 在冰城那邊 跟他的母親治療這個腦瘤 哦 腦瘤 腦瘤 他那個腦瘤是良性的 不是那個兒生的就是K殺癌 良性就是腫瘤 他跟他要求我去 他那個時候 他的母親呢 已經是七十來歲了 七十來歲 他說幾年前 他的母親 做過一次這樣的手續 現在過了幾年呢 又是浮發了 年紀大了 他家裡的人就開會 開會說不能夠再開到了 已經七十多歲了 所以就請我過去 我就答應他們 我就過去了 過去馬來西亞 跟這個老太婆跟他聊 剛開始去的時候 他整天都是很想睡覺 一個人沒有精神 沒有力氣 可是就這樣了 後來我就 白天就跟他一個人罰工 晚上呢就一大批人 大家一起來 大家也參加 晚上也好多人就來參加 那來參加 那來參加呢 我那個時候就在那邊去了二十多天 他的病情越來越好 坐了幾天 他就很精神 不會老是每天都打瞌睡 不會了 就好 後來就 把他發光很多次了 他的一天一天兩次了 一次是一個人跟他幹的 一個是大家一起來的晚上 後來他就好了 在這裡還有 在哪個一大批人呢 還有一個女人 那好多了 我就不講了 講一個女人 他就整個又痛了 痛得很厲害 就是晚上不能夠這樣睡啊 面下山面 正面睡吧 是啊 面不下山天 不能夠這樣吧 他又打磁 又吃面睡覺 如果這個洗手間啊 一定要坐去吃才行啊 如果沒有坐吃啊 就蹲下去 那就不行了 也不能夠整個麻痺啊 也不能夠 痛 也不能夠蹲下去 整個石頭也痛 這個也痛 這個也痛了 是 後來就跟他弄 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到最後一次好的時候呢 他就站在那裡 大哭一場 在地上滾來滾去 是啊 這個奇怪 這個人滾去 好奇怪 都是觀音菩薩 來打 來打救我啊 都是 修先生 請這個 香港的都時候 來幫幫我啊 這樣 後來 做完了 大家就收工了 他就跟他那幫人講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會打瘋 你嗎 那個不是受到他控制嗎 是 是氣功 使到他這樣 那那個病情也好 好奇怪 好多奇怪的事情 還有一個 就我中學的同學 就在廣州是英草辦公司的 主席 副主任 他那個時候就帶一個代表團 進尾國考察 回來香港之後 就約我出去吃飯 喝雜 他說 聽說你的氣功 那麼棒 借我一點 我說你真的有興趣 他說是 我說好 那來吧 那吃完飯 到家裡我就跟他弄了 把工裝給他了 他回到廣州了 哈哈哈哈 他就來了 這樣 敢 那個也要幹 他的同事 他的朋友 覺得很奇怪 你那一點氣功都不懂 是不是 為什麼一吃一吃 美國回來 就懂的了 有的相信 有的不太相信 他有一次去旅行 六個人去 六個人去 不知道吃了什麼東西 這個拉肚子 他拉肚子 他說這個好棒 哇 發氣功水 五個人去拉肚子 發五杯氣功水 給他們 他們相信的 就喝下去 就沒事了 不相信的 記輸 拉肚子 哦 是嗎 是啊 記輸 他就這樣 原來拉肚子 就好了 那他那個 不相信 他就繼續拉肚子 就繼續拉肚子 就繼續拉肚子 就繼續痛苦耶 啊 旁觀癌 就 他就跟他弄 弄了一段時間之後 啊 到醫院再去搶查 那個報告出來 嗯 就沒有了 以前就 呃 發現 旁觀癌的 一樣 一樣的個報告 是是 說他就有 旁觀癌了 嗯 這樣就跟他的氣功 滯留一段時間之後呢 沒有了 他就打電話給我啊 他自己也不太相信 打電話給我啊 這樣情況 是不是啊 我說 如果你相信 一樣的報告 那他真的給你治療好 啊 是不是啊 一樣的報告 你信不相信啊 以前是有 現在沒有 啊 那個吃藥 也沒有做手續 吃藥也不能夠吃好 是不是啊 那就是你的 氣功的作用 呵呵呵 就這樣 呵呵 這麼厲害 嗯 他一學起來之後 這個很難說 這個氣功就很 很特殊了 嗯 很多 齊子就可以出現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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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